中国一名新冠肺炎死者的亲属要求会见 到访武汉的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 他还说专家组应该与受到中国政府压制的新冠患者家庭进行交谈 经过几个月的谈判 中国批准了世卫组织专家团队的访问 中国政府未有表明团队成员 是不是会被允许收集证据或与家人交谈 只是表示专家团队可以与中国科学家交换意见 据美联社的报道 这一名新冠肺炎死者的亲属叫做张海 他的父亲去年2月1日死于新冠肺炎 他说我希望世卫组织专家不要成为传播谎言的工具 我们一直在无忧止地寻找真相 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 我不希望世界卫生组织到中国来掩盖这些罪行 世卫组织小周已经在1月14日抵达武汉 着手调查新冠病毒源头 小周预计在经过14日的隔离之后 于这个星期较晚时候开始实地工作 张海是延居深圳的武汉人 他一直在组织中国新冠肺炎患者的亲属向官员问责 很多人对政府在疫情爆发之初淡化疫情感到愤怒 并试图对武汉政府提出起诉 根据对张海和其他患者亲属的采访 他们面临着来自当局巨大的压力 要求他们不要公开表态 据悉官方已经驳回了诉讼 并反复审问张海等人 并威胁要解雇那些接受外国传媒采访的人的亲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